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震撼踢爆 中国经济噩梦 习近平站在交叉路口 23岁中国南京在瑞士苏利市持刀砍三右桶引震惊 三峡大坝导致地轴偏移 相当于04年印尼大地震影响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2号 星期三 我们在视频的结尾 会介绍阿波罗网副频道的今日内容 我们每天发布6到7个视频 也会把通知发在副频道的社区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震撼踢爆 中国经济噩梦 习近平站在交叉路口 在1990年代的中国南方港口厦门港 装传的集装箱曝关时 申报装有贵重的出口货物 当时正值中国努力扩大全球贸易 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政府为购物流公司提供了可观的出口退税 造就了不少百万富翁 但装载上传的还有一个秘密 许多集装箱是空的 当时 这种欺诈在中国海运业并不罕见 出口商与海关官员勾结 不当利用国家补贴 夸大了中国出口蓬勃发展的同时 将巨额资金据为己有 直到2000年代初期 随着赖昌星的臭名昭著的走私案的曝光 类似的操作被揭露 而赖昌星的奢侈生活和他涉嫌的腐败行为震惊了中国民众 如今 全球98%的海运集装箱来自中国 这些集装箱成为这个经济超级大国兴衰的象征 将中国制造销往全球各地近40年后 中美贸易战以及习近平对房地产和技术等关键行业的打压 将中国的经济泡沫击破 那些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影响力的集装箱 如今再次空空如也 堆积在中国的各个港口 中共窃国75周年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以来 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动荡 中共正忙于应对各种挑战 他们暴露了这一政党藏在深处的弱点 威胁到总书记习近平中国梦的重要愿景 今天的中共正努力让经济增长重回正轨 但其刚刚推出的激励措施充其量只能产生相当有限的影响 十一前 中国人民银行释放了约2000亿澳元的贷款 将利率从1.7%降至1.5% 降低了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和首付要求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 市场情绪和消费者信心仍然很低 中共的经济策略现在与房地产需求萎缩产生冲突 部分原因是几十年来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影响 再加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私营企业在政府的管控下苟延残喘 共产党长期以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双重考验 眼下 习近平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已经超出了经济政策的范畴 他必须解决政治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 更有效解决腐败问题 并确保在不危及国家长远未来的情况下维持党对权力的控制 中国历史的这一章节究竟是一场美梦还是一场噩梦 取决于习近平如何有效地在动荡之中拨乱反正 23岁中国男金在瑞士苏黎市持刀砍三幼童引震惊 瑞士苏黎市市警方表示 周二一名23岁的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了前往托儿所的幼儿 造成三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瑞士苏黎市市警方在一份新闻稿中称 一名重伤男孩和两名伤势较轻的五岁男孩当场都接受了急救 然后被送往医院 警方称 这名23岁的中国人当场被捕 目前尚不清楚这位行凶的人的动机 该市警察发言人帕斯卡西根塔勒告诉法新社 没有其他人受伤 苏黎市警方新闻稿解释说 根据初步信息 一名员工带着几个孩子去了一家日托所 该托儿所在中午和下午提供活动 就在此时 中午刚过 这名年轻人用刀袭击了幼海 到目前为止 瑞士苏黎市警方仅披露了行凶者的年龄和国籍 苏黎市日托中心工作人员 在一名在场男子的帮助下 成功制服了持刀袭击者 他们一直扣押着他 直到警察到来 三峡大坝导致地轴偏移 相当于04年印尼大地震影响 近日 知名的华人地球物理学者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地球科学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赵峰教授 首次对世界第一大坝 三峡大坝对地球自转的影响做出了评估 这是人类活动对地球所产生的直接影响 法广报道 赵峰教授的计算说明 三峡大坝不仅影响地球自转的速度 而且还会影响地球地轴的指向 赵峰教授说我们都知道地球每天围绕地轴自转24个小时 但是事实上总是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它的自转 随着地球上物质分布的移动 地球的自转也自然会改变 比如说潮汐 再就是大范围的气流的环流 以及海洋上的海流的流动 再就是地震都会造成可测量道的影响 三峡大坝对地球自转的影响也是出于同一个原理 因为这里原来并没有很多水 而现在增加了那么多的水 这就是地球物质质量的重新分布 它当然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地球的自转 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计算 将大坝除水之前与除水之后地球的转动的速度做一个对比 就可以得出 其实三峡大坝对地球自转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地球自转的速度 另一方面是对地球地轴的指向的改变 根据我们的计算 三峡大坝将地球的转速以一天来计算放缓了零点几个毫秒 这种改变对我们平常的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影响其实都十分有限 并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这种改变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而是我们人类的行为直接造成的 人类的活动居然能够如此直接地影响地球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三峡大坝使地轴的指向发生偏移 那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赵峰说 我们现在卫星测量都把南北极固定在两个点上 但是这两个点是不断移动的 就拿三峡大坝 它就可以使这些点移动两个厘米 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因为它相当于2004年印尼的大地震所造成的影响 赵峰说 三峡一旦蓄满之后 就没有变化了 地球点一旦偏移之后便不再移动 如果把三峡大坝的水都放空 那么地球点会回复原处 倘若再度蓄水 便又会偏移 地球极点的偏移 理论上来讲 对地球的每个纬度 也应该产生两个厘米的偏差的影响 理论上有影响 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影响 今天副频道的视频是 习升级报复 传刘鹤被抓 李小鹏被免之与倒习有关 广东登革热大爆发 居民多起翼王病例当局掩盖 海伦飓风洗美六州 百人亡 拜登派救援川普亲力慰问 乌气局情报惊爆 而SU57战机恐绝肿 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 欢迎您点赞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 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明镜� Matter镜事室 连统签与支持你 感谢观看